同知你一生啊 从现在开始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啊 他叫周以文 从小就没见过父亲 有关父亲的记忆 就是父亲死前两个月 从日本寄来的明信片 他没有朋友 每次跟着母亲东奔西走 都会被邻居和同学欺负 从小到大 他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欺凌 因此喜提外号蚊子 就像一只认谁都能把他碾死的蚊子 不久前 母子俩一起搬到一个叫猛甲的地方 开学第一天 他就收到了班爸狗仔孩递来的纸条 让他明天放学 带三千块到堤坝上来拜码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 狗仔孩照例开始抢同学的菜 被抢的人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很快 狗仔孩就盯上了蚊子的大鸡腿 看着狗仔孩一脸嘚瑟的样子 一脸木然的蚊子越想越气 猛地站起了身 因为这只鸡腿 蚊子成为狗仔孩一帮人的眼中钉 在路口看到他们的蚊子 拔腿就开始跑 穿过人来人往的街头 一路来到一处桥底 和尚注意到了跑在最前面的他 原来 两人早上上学时 曾有过一面之缘 几人不禁注意起蚊子这边的情况 有人扔出一个钢珠 打倒了前面的蚊子 爬起来的蚊子还想跑 但已被团团包围 尽管人数上不占优势 但蚊子还是发挥出了绝佳的躲避技能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蚊子最终还是被抓住 痛扁了一顿 蚊子的此番窘壮 让这帮坏孩子笑开了花 但他并没有就此认输 而是脱下鞋子当作武器 吓得狗仔孩一行人不敢靠近 接着再发动猛攻 糊了一个人一脸后 趁机逃之夭夭 此景让观战的和尚一行人笑开了花 为首的智龙更是十分看好蚊子 简单整理了一下狼狈样的蚊子 看到妈妈的理发店门口 站着几个混混 不出所料 妈妈年轻时的男朋友灰狼就在里面 他是外省帮的老大 经常帮成母子俩 但蚊子从未对他有过半分好感 面对妈妈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口时 故意大喊 灰狼对蚊子的冒犯并没有放在心上 又以新店开业为由 给了蚊子妈妈一个大红包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智龙等人把蚊子堵在了楼道 侵然答应了蚊子 就这样成为了智龙的小弟 智龙是庙口角头老大 Getta的独生子 从小就是校园里维持秩序的黑道势力 既然小弟蚊子 昨天被狗仔孩欺负了 那他今天必然是要替他出头的 几人把狗仔孩团团围住 智龙则放下狠话 从现在开始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 这一刻 蚊子无疑是感激的 因为从小到大 智龙是唯一一个帮他的人 学校天台上 迫于智龙的威慑力 那帮昨天欺负蚊子的人一字排开 等待着他的还击 但蚊子却只是在心里 上演了一波好戏而已 要跑得整齐的 都已经过了十分钟 内心是不用演这么久吧 和尚告诉蚊子 如果不弄死他们 迟早有一天 蚊子就会被他们弄死 从未打过人的蚊子 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终于颤抖着挥起拳头 砸向了狗仔孩 就这样 17岁的蚊子 因为一根鸡腿 正式加入黑社会 也不再是那个 连打人都不会的胆小鬼 只要智龙有需要 必然会和兄弟们冲在第一线 在蚊子眼中 自从遇到这群兄弟 他的生命才有了意义 在他们这个小团队中 正宗的台客太子智龙 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但在蚊子看来 真正有大哥实力的是和尚 从小 算命的人就说他是兄弟命 因此父亲就把他托付给了好友Getta 和智龙一起长大 却也天资聪慧 一场考试可以写四个人的试卷 奖杯拿到手软 阿伯尽管生在独仔世家 但胆子却很小 吹牛倒是一把好手 而白猴则是因为打架的能力够硬 被智龙相中 成为一名御用打手 台湾的大街小巷里 时常能看到他们逃命的身影 顺便还能创造一个医学奇迹 疫情五人甚至还煞血为盟 组建了太子帮 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是文子最开心的时光 几人聊起未来的打算 和尚笑着说想当大哥 文子则想去日本 看明星片上那漫天的樱花 感受那素未谋面的父亲的气息 几人笑着闹着 肆意挥洒着青春的张扬 送文子回去的和尚 送了他一个新的溜溜球 原来 两人初次见面时的场景 和尚一直记得 因为文子整天和太子帮混在一起 收到旷客通知单的妈妈 对他大发雷霆 向南懦弱胆小的文子 第一次和妈妈顶嘴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 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天是文子的生日 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的他 收到了兄弟们的祝福 甚是惊喜 他们骑着摩托车 在马路上笑着闹着 给文子买了新衣服 带他去从未去过的酒吧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的文子 甚至不得不用风油巾来提神 随着静歌热舞的响起 文子也欢快的加入其中 从酒吧出来 四人一脸坏笑的 要送文子一份大礼 那就是让他去买一份鱿鱼羹 看到文子满口答应的走过去 四人笑得直不起腰 然而当文子爆出庙口的名号时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而文子还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不执情 刚接过鱿鱼羹 一帮人就拿着武器直奔他而来 只要是听说文子是庙口的 都二话不说要追着他打 文子忙着逃命的同时 兄弟们正坐着看戏 就在文子朝他们奔来时 不慎被车撞到 好在并无大碍 只是鱿鱼羹没得吃了 一番笑闹后 和尚才告诉文子真相 刚刚他去的地方 是后臂错了地盘 和庙口是死对头 彼此都是互不踏入对方地盘 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尽管每个角头的小弟们 互相看不顺眼 但他们的老大 却都是以兄弟相称 说起志龙的爸爸 文子充满了好奇 毕竟是角头老大 那必然是浑身杀气的 结果 文子怎么也没想到 作为帮派老大的Geta 竟会如此平易近人 戴着最粉的玉帽 说着最狠的话 一大桌人一起 其乐融融地吃饭 让文子大开眼界 白猴告诉文子 这就是正港的台湾黑道 这时有人拿进来一份报纸 Geta哥一边看报 一边用筷子扒拉着什么 文子忍不住在夹菜的时候 定睛看了一眼 那节段纸 差点让文子当场远出来 但也只能和其他人一样 装作若无其事 而这根段纸 正是来自于狗仔孩的父亲阿狗 阿狗在庙口的赌场输了十多万 非要等到侄子文谦出狱才肯还 因此这才被剁手指 得知此事的文谦怒不可遏 很显然 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这天志龙带着除了和尚以外的几兄弟 来薄斗里找妹子付费锻炼 老板娘也很懂事 答应不会把志龙来死的消息张扬出去 文子是第一次来 老板娘看出了他的拘谨 阿伯发现刚挑的妹子脸上有胎记 吓得不轻 甚至还要动手打他 被文子出手拦下 原来文子认出他是自己的小学同学 还准确地说出了女孩当年提便当的袋子 但被女孩否认了 女孩面无表情地要脱下单薄的睡衣 被文子阻止 这一晚 他们什么都没做 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起听着音乐 分别时 女孩叫住了他 告诉他自己叫小宁 世界上 总有人在角落里努力地活着 小宁的出现 让文子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这天晚上 志龙和女友小慧 因为一点小事吵架 大男子主义的他 直接骂走了小慧 外面的狗仔还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一个邪恶的计划在心中逐渐成形 他以志龙朋友的身份追上去 表示是志龙让他来找小慧的 这确实是志龙的做事风格 小慧也放松了警惕 跟着狗仔孩去后面巷子找志龙 狗仔孩关上门后露出了真面目 拿出刀来要对小慧不利 隔天 志龙始终没能等到小慧放学出来 问了他的闺蜜 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 当晚就带人堵住了狗仔孩 绑到了一间仓库里 此时的他也知道几人为何而来 面对他们的质问 他打死也不肯承认自己做过什么 毕竟以志龙的势力 他就算不死 也要丢半条命 谁知志龙一声令下 和尚掏出了一打502胶水 你们不是认真的吧 做人就是要认真 快吓呼的狗仔孩 想要搬出堂哥文谦来吓唬和尚 但文谦是后避错的 和尚根本就不怂他 你拜鬼了 拜鬼了 志龙怒吼着让和尚快动手 在白猴的控制下 狗仔孩的挣扎根本不起作用 嘴被封住后 志龙还要封他眼睛 和尚示意他不要 可志龙根本听不进去 眼看他要自己动手 和尚奋力拉开了他 最终 和尚选择代替志龙封眼睛 一旁的文子看得头皮发麻 却不敢阻止 送文子回去时 和尚安慰他 我明天会带他去认识的医生 那边处理一下 心中机遇的文子去找了小宁 试图发现内心的路火 却无意发现了他后臂上的伤痕 小林神色冷漠 这样的事他已经习惯了 他察觉到了文子的异样 文子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抱着他哭 买下他剩余的牌子 在小林的怀中沉沉睡去 然而到了第二天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文子壮着胆子进去看了一眼 绑在椅子上的狗仔孩 早已没了气息 因为闹出了人命 该他哥狠狠惩罚了五人 和尚主动站出来 拦下了全部责任 作为阿把手 他总是在替智龙出手 替他抗事 Geta让所有人放下装水的水盆 开始狠上和尚耳光 你小狗啊 你小狗啊 你咋要搞 Geta狠狠挥舞着拳头 打向和尚 一顿拳打脚踢 甚至连不锈钢盆子都用上 和尚也是硬骨头 扶个软认个错就完了 可偏偏宁死不屈 被打了个半死 而作为主使的智龙 却被父亲的威严吓到 一句求情的话 都没敢说出口 重伤的和尚 昏迷了几天都没能醒来 守在床边的蚊子离开时 后避错了老大Masa来看和尚 刚刚醒来的和尚 恰好听到了这番话 他从没想过 父辈之间竟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而父亲的沉默 也让他明白 Masa的话是真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 五人被学校开除了 Geta则趁此机会 让五人去山上学习打架 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师傅 五个人五种兵器 依次是扫刀 冲管 尺八 尺二 扁钻 在猛掌的黑道 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冷兵器传统 一开始的他们 显然不是师傅的对手 就这样 专属于他们的魔鬼训练营开始了 五人在这里的生活 可谓是痛病快乐者 在不断的训练和鄙视中 只有和尚的进步最快 因为在他的心里 还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蚊子做了一个噩梦 梦中的和尚被狗仔海捅伤 他却根本伤不了狗仔海分毫 隔着铁门 小宁搔手弄姿地朝他挥手 从梦中惊醒的蚊子 吓出一身冷汗 转眼到了Geta来接他们下山的日子 刚好听到 阿伯在抱怨冷兵器没有枪快 在专属于五人的毕业聚餐上 他们笑着闹着唱着 十分开心 当得知后避错的老大Masa就在隔壁时 Geta说什么也要等一下过去喝一杯 对此蚊子十分不解 两帮不是势不两意吗 看着Geta父子俩开心的模样 蚊子不仅有些羡慕 在Masa的饭局上 灰狼也在这里 而刚刚出狱的蚊谦也回来了 狗仔孩的死 以及叔叔阿狗的断指之仇 蚊谦当然不会轻易就此作罢 但碍于老大Masa在这里 他也不好发难 灰狼来自外省帮 行事做派都十分威风 但蚊子却对此不屑一顾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都会去找小林聊天 两个年轻人的心正在互相靠近 蚊子也从不嫌弃小林脸上的胎记 作为外省帮的老大 灰狼一直都想进到盟家来 占一块自己的地盘 互相合作 借助军火的力量 更好地管理盟家 可Geta对枪械本就有成见 外家不想和不安好心的外省人合作 始终不肯松口 灰狼的计划也进展不下去 转而决定从文谦身上下手 不断控诉着他们这些脚头老大的固步自封 整天让小弟在外打打杀杀 也赚不到钱 萌家明明是块油水之地 却迟早被他们玩垮 灰狼不断给文谦洗脑 要摒弃传统观念 用细胞分裂的方式做大做强 文谦告诉他 自己是没问题 但是还要搞定庙口那边 否则根本搞不定其他脚头 而如何让庙口从内部开始分裂 文谦也有自己中意的人选 那就是和尚 原来文谦多年前曾救过和尚一命 本就欠他人情的和尚 还害死了狗仔孩 对文谦的愧疚之情可想而知 文谦告诉和尚 外省帮新势力融入盟家 是大势所趋 在监狱的三年里 他也想通了很多事情 两人同为千年老二 好事永远轮不到 坏事就总是他们替老大背锅 和尚本就因为父辈恩怨 对监狗仔心生恨意 文谦的煽风点火 彻底点燃了和尚心中的雷 当天晚上 Masa刚从薄斗里出来 就被人一枪毙命 监狗仔带人来调研 运发室一定会找出凶手 帮他报仇 文谦表示 杀死Masa的人 是个叫阿中的人 自己已经动员了 多方势力去找他 晚上 文谦故意放出风声 阿中在水门出没 还让庙口的人都跑去帮忙寻找 为了确保抓到人 监狗仔连贴身保镖也派了出去 毕竟在自己的地盘 也没什么需要怕的 买东西的文字得知 庙口的人 除了监狗仔都出去赌阿中了 他让老板烤两个香肠的同时 并没注意到 一行人神色匆匆的 来到庙口的香肠 得知是来烧香的 监狗仔没有多想让他们进来 很快 监狗仔就察觉到了异常 毕竟是以一敌四 对方还都是有备而来 赤手空拳的监狗仔 后背很快被砍伤 但宝刀未老的他 仍然还是制服了四个杀手 然而就在这时 和尚持枪对准了他 听到枪声的蚊子 火速跑向香糖 可看到的 却只有监狗仔血泊中的尸体 蚊子悲痛欲绝 从小就没有父亲的他 早已把监狗仔当成爸爸 葬礼上 智龙害怕被人暗杀 迟迟没有出现 和尚找到他时 他正醉醺醺的躲在角落里 失去父亲的他 在和尚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抱着智龙 和尚也哭得不能自已 他从小和智龙一起长大 这份情意 让他的内心无比煎熬 出病的时辰已到 必须有后人来捧排位 蚊子眼神坚毅地 主动站得出来 他视智龙为亲兄弟 视监狗仔为父亲 现在 他要代替智龙 拼麻带笑 送监狗仔最后一程 在监狗仔的墓碑前 蚊子做完了 所有儿子该做的事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为该团报仇 虎兄弟窝居在狭小的仓库里 蚊子大喊着 让智龙振作起来去报仇 但智龙如今 就是扶不上墙的难尼 萎靡不整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和尚突然朝着蚊子发难 行绪失控的两人扭打成一团 冷静下来后 和尚提议 让蚊子 阿伯和白猴 陪着智龙去菲律宾避避风头 还谎称自己会留下来调查真相 但蚊子却拒绝了 坚持要留下来查找真凶 四目相对间 兄弟间的某些东西正在悄悄变质 他们总说最会打架了白猴最傻 但这一次 他是最讲义气的 晚上 白猴独自一人跑去找文谦报仇 但这样的做法 无疑于自投罗网 白猴被打成重伤 送进医院治疗 还被奸价的文谦栽赃陷害 白猴枪杀妈萨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蒙甲 而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是该他指使的 至此 智龙走在庙口的街头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 文子决定 凭自己的力量来做点什么 他第一次主动找到灰狼 拜托他可以在自己出事后 好好照顾母亲 灰狼顿时意识到不对 历生呵斥 母亲辛苦将他养大 由不得他胡来 我永远没有办法 忘记他死在我怀里 灰狼暗示文子不要逆势而为 要学会当一根草 风往哪边催就要往哪边倒 因为接下来的猛甲 还会有大事发生 深深的无力感 让文子不得不同意 一起去菲律宾 临走时 他再一次去找了小林 他会尽快筹到一笔钱 带着小林离开这里 文子对自己的一往情深 让小林泪流满面 两人相识一笑 和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共用一副耳机 这一次两人终于做了早该做的事 这天就在文子去买电影票时 意外发现文谦和灰狼也在这里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 和尚竟然和他们在一起 想到和尚一口咬定 杀死Getta的是文谦 还怂恿他们去菲律宾 自己需要留下来 那一刻文子似乎明白了什么 车上文谦让和尚做事就要做完整 很显然 既然已经解决了Getta 那太子帮的人一个也不能留 未免东窗事发 和尚只能默许 文子回家想了很久 他收拾好行李 给母亲留下一大笔钱 还拿走了Getta的十二 今晚 他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和兄弟们集合时 文子就这么冷冷的看着和尚 假惺惺的和每个人拥抱道别 给文谦开车的人正是灰狼的小弟 担心老大跟文子母亲不好交代 告诉了他这件事 灰狼虽然说着最狠的话 但还是放心不下 当即赶往文子家 毫无疑问 文子早已不见踪影 灰狼突然看到了 文子衣柜里一张熟悉的明信片 为什么我寄给你明信片会在里面 文子母亲的沉默 让灰狼顿时明白了 原来自己离开台湾逃去日本的时候 他已经怀上了文子 而他正是文子的父亲 离开前 文子提议一起去拜一拜祖师爷 就在几人插上香的时候 文子突然掏出尺儿 抵住了和尚的脖子 并让阿伯立刻把门关上 阿伯和志龙一脸愕然不明所以 文子则怒吼着 让和尚在祖师爷面前 把真相说出来 和尚怒目原睁 他没想到 文子这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 但他一口咬定 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 一听这话 志龙率先反驳起了文子 但当文子说出 亲眼看到和尚和灰狼文谦在一起后 志龙不再说话 满眼都不敢相信 门外有人听到了里面的动静 火速将消息传回了后臂座 和尚眼看世纪败露 只能怒吼着 自己这么做 全是为了保住孟甲 保住庙口 我爸是你杀的吗 我爸是你杀的吗 和尚的沉默 让志龙悲痛欲绝 就在这时 文谦带人破蒙而住 一声令下 两方混战起来 文子拿刀挟持着和尚 随时观察的局势 志龙和阿伯显然不敌对方 和尚则趁机掏出扁钻 和尚完全不占优势 太子帮的人被打得节节败退 和尚接过了文谦递过来的刀 和他看着事态 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和尚崩溃了 瞬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文谦砍伤了搏斗中的志龙 正于下死手时 和尚冲过去 一刀砍下了文谦的耳朵 最后关头 和尚在名利和情义中 选择了情义 随着警笛声游远即近 所有人四散奔逃 和尚翻墙逃出 文字也紧随其后 持刀追来 穿过巷子时 被和尚一把扑倒 两人顿时上演了一场贴身肉搏 志龙独自逃回仓库 用久简单地处理伤口时 和尚突然冲了进来 找到一把世间藏起来的枪 这时 他注意到了地上的血迹 很快就找到了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志龙 捂着伤口逃回仓库的阿伯 看到了正互相寻找的和尚和文字 但他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暗处的和尚掏枪射中了文字 鲜血喷涌而出 文字终于是站立不稳 跪倒在地 掉落的尺啊也被和尚踢开 你上船的话不就没事了吗 你为什么要比我动手 文字双唇煞白 颤抖着朝和尚伸出了双手 和尚哭着抱住了文字 可就在这时 文字用扁钻袭击了和尚 剧痛袭来 和尚无法反抗 文字哭着又加重了力道 为什么你明明是我兄弟 我需要偷吃你 因为我们混的是黑道 文字说了一句 枪是下等人的武器后 就晕了过去 看着倒地不起的文字 和尚迟迟没有开枪 刚刚的他 不正是相信了文字 才会抱上他吗 和尚混的 又何尝不是友情和义气 他哭着诉说着 Getta当年为了上位的所作所为 自己只不过是以牙还牙而已 突然 有人捡起刀 砍向和尚后背 鲜血化作朵朵樱花 出现在文字眼前 他仿佛看到了 明信片上的那漫天樱花 笑着闭上了眼睛 而和尚转过身看到的 是满点泪水的智龙 他怒吼着一刀一刀捅向和尚 这个从小和他一起 相互依赖的生死兄弟 就这么倒在了智龙的面前 在阿伯的帮助下 智龙带走了重伤的蚊子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灰狼则失魂落魄的坐在地上 每个人的生活都还在继续 可是当年一起笑 一起闹的五兄弟 却再也回不去了 话音刚落 这个小弟就被男人给按在了桌上 他勒着小弟的脖子叫嚣道 这个老大自己做定了 如果有谁胆敢不服 那么下一个人头落地的就是他 这样杀伐果断的男人名叫阿洛 在成为这一届新联盛化石人之前 他还只是一个刚从监狱 放出来的黑道成员 在此之前 他一直跟随林耀昌闯荡江湖 除了林耀昌之外 他还有另外三个结拜兄弟 分别是阿天 蒜豹和辉煌 蒜豹为人直爽 很讲义气 因为之前差点在海里溺死被阿洛救起 所以他很照顾阿洛 阿天性格火爆 但他最有生意头脑 新联盛一大部分的营收项目 都是他在策划 而辉煌则是最讲中意的一个 也最符合传统黑社会的人设 几人很早就认识了林耀昌 并随其一起打天下 成为新联盛老大的林耀昌 靠着拳头打出了一片天地 无论是黑道还是白道 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 因为阿洛小时候是林耀昌的邻居 所以两个人相认得更早 林耀昌也拿阿洛当自己最亲近的人 1991年 土瓜湾暴力拆迁出了事故 阿洛为了保住林耀昌 替他顶了罪 被判入狱三年 出狱后 林耀昌希望阿洛几兄弟和社团 改做合法生意 而他自己也打算 在最后一次毒品交易过后 金盆洗手 重新选举新一任的化石人 对于新的人选 林耀昌心中也早有定夺 这几个兄弟当中 阿洛做事有些瞻前顾后 性格也不够狠 而辉煌的脑袋又容易一根筋 所以他决定 从阿天和算报当中挑选 两者相比较之下 林耀昌还是有些偏向于 成熟稳重的算报 对于社团即将全面洗白的发展规划 阿天打心眼里一百个不愿意 如今新联盛人多地广 财源广进 势力更是如日中天 而林耀昌却打算在此时急流涌退 这自然会引起社团内部的不同意见 于是阿天想让阿洛再去劝劝林耀昌 大不了出事了 阿天自己去扛 但林耀昌心意已决 谁劝都不好使 他就是要尽快地将社团洗白 影片故事设定在香港即将回归的时间节点 在这个局势动荡 社会混乱的背景下 一些居心叵测的英国人 想要借机扰乱香港秩序 大肆捞钱 而林耀东之所以铁了心的想要这样做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摆脱傀儡的身份 不再受制于幕后的那群人 很快 时间就来到了毒品交易的这一天 这次交易的对象是泰国人 泰国人有一个只会讲闽南语的翻译 而阿洛又恰好听得懂 所以阿天带着刚出狱不久的他来到了码头 刚开始的交易还风平浪静 一切正常 但是等拜完香准备验货的时候 却突然出了幺蛾子 茶马南试一手下 将行李袋递给阿洛 但阿洛打开一看 却发现里面装满了白纸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两人有些惊愕 但对方却并没打算放过他们 直接用枪抵住了阿洛的脑袋 并逼问毒品的下落 无奈之下 阿洛只好将毒品拿了出来 趁着对方不注意的瞬间 两人立马开枪反击 一枪大战随即展开 除此之外 由于社团内存在卧底 并向警方透露了这一次的交易 此刻正带队潜伏在床外的陈国斌 恰好听见了舱内剧烈的枪击声 于是立即吩咐手下警员开始行动 随着警方的加入 整个战局显得更加混乱 阿洛还有阿天两人也趁此机会开始逃离 一连翻越了几个栏杆之后 茶马拿拿着枪追了过来 但却被阿天一枪打倒在地 随后两人坐上了快艇逃之夭夭 紧随其后的陈国斌 在甲板上看见了茶马南的尸体 于是也立即开船朝着阿洛两人追去 双方你追我敢 不仅在水上追逐 到了陆地上 陈国斌仍紧追不舍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公路飘移 为了摆脱陈国斌 阿天直接冲他扣动了扳机 这一幕可吓坏了阿洛 他急忙出声制止 然后与陈国斌拉开距离 从这个细节当中就可以看出 阿洛是不想伤害警察的 但极恶如仇的陈国斌 哪里肯就此罢休 仍然切而不舍地猛踩油门 也因此发生了后续的车祸 车辆在空中连续转体多圈 陈国斌浑身鲜血地在车上昏了过去 甩掉了警察 阿天找到了林耀昌 对不起老大 那批货没了 最重要的是人没事 知道 下次我会小心一点 这场交易本来就是林耀昌心中的收官之战 所以阿天的这句话 存有一些试探的意思 但林耀昌却并没接话茬 转而聊起了自己的这间酒吧 阿天恭维了一番林耀昌的装修品位之后 林耀昌也趁机表示 可以把酒吧交给阿天打理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自然也是想劝他尽早收手 阿天对此同样没有表态 眼前这个老外 正是香港警队政治部的老大理查德 同时也是港英政府与林耀昌交易的中间人 听闻林耀昌想要收手 理查德从钱包抽出了一张明信片 表示林耀昌可以拿着他去英国领事馆领英国护照 这句话的用意可以说是十分明显了 既然你林耀昌不想做了 那就老老实实离开香港 换下一个人来做 但林耀昌自然不愿意继续让社团成为这群人的赚钱工具 于是当即拒绝了理查德 另一边的冗场小巷内 阿洛竟然在和警局的罗瑟尔在街头 原来阿洛竟然是警局的卧底 他只负责与罗瑟秘密联络 除了罗瑟尔 没人知道阿洛的真实身份 阿洛告诉罗瑟 林耀昌这几年混得不错 背后肯定有人支持他 而且能量一定大的吓人 但罗瑟尔却觉得 警队的高层全部都接受过严格的背调 不可能会有人包庇那么大的社团去犯罪 但下一秒 罗瑟尔就突然想到了警队的政治部 阿洛心中也觉得奇怪 和泰国人交易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泄露 但警方却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这说明除了他之外 社团还有卧底 但无论是他还是罗瑟尔 对此都一无所知 对此阿洛很没有安全感 我在前面打他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看后门 你们有没有查过 到底还有多少黑警啊 很快 两个人就结束了这次碰头 罗瑟尔率先走出小巷 准备开车离开这里 但就在此时变故就生 一辆大货车 直接将他连人带车撞了个稀碎 阿洛听见动静连忙前去查看 发现竟然是阿天下的手 为了自己不被暴露 阿洛没有轻举妄动 但还是被阿天给发现了异常 他停下车就朝着阿洛追来 阿洛裹紧帽子仓皇逃离 第二天 政治部理查德就来到了警队 因为牵涉到金方的内部安全 所以现在开始叫给政治部调查 陈国斌接过文件看了一眼 敏锐地发现 这个文件竟然早就打好了 于是他笃定 自己好友罗瑟的死 绝对不是意外事故 但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还是面色平静地答应了下来 这天下午 林耀昌叫来了几兄弟来到庙内拜乡 算报对阿天先斩后奏的做法很不满意 显然 林耀昌对于阿天的做法也很不满意 愤怒的阿天 此刻将矛头对准了阿洛 两个人越说越愤怒 甚至直接动起了手 其实两人心中对彼此积怨已久 算报看不惯阿天嚣张跋扈的做法 而阿天则不满林耀昌对算报的重视 两人越打越激烈 此刻一旁的阿洛看不下去了 直接一板凳砸在了阿天的身上 最后还是林耀昌出生 才制止了这场争斗 并让所有人都出去 唯独留下了阿天 林耀昌心中清楚 李查德那帮人 如果想要彻底操控社团 那必须要扶植起一个新的老大 而在这几个候选人当中 也只有野心勃勃的阿天 适合成为他们蛊惑的对象 其实从这里也不难看出 罗瑟的死 其实就是李查德指示阿天去做的 可惜阿天并没有将老大的话听进去 另一边的陈国斌 此刻也开始秘密调查起 警局内部的黑警 罗瑟的老婆 将他生前遗留下来的线索 转交给了陈国斌 另一边的新连胜之中 眼下的当务之急 还是新一任华世人的评选 在香港的社团里 龙头的位置是由元老们评选出来的 这天林耀昌找到了上任龙头宝爷 表达自己对话世人的想法 宝爷退休之后 就开始研究起了补卦之术 他告诉林耀昌 自己帮社团算了一卦 但卦象却极其凶险 您的意思是说 算报当老大 社团会饱 宝爷告诉林耀昌 自己也帮算报补了一卦 算报的性格其实并不算差 但巧就巧在 他最近正逢十年大线 也就是说算报近期会有一场大劫 金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林耀昌的眼神 却看向了不远处的兄弟几人 这个镜头其实也隐约昭示了 社团尚未到来的动荡 如今社团内绝大部分的元老 都同意算报继任 可以说只要时间一到 那么算报成为新一任华世人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天晚上 算报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庆功宴 眼见算报如此深得人心 阿天此刻有些坐不住了 李查德同样也坐不住了 他告诉阿天 要想成为老大 就必须要心狠手辣 于是 在当天晚上的庆功宴上 被灌得天涯摇晃的算报 遭到了枪手的袭杀 医院内 此刻人声鼎沸乱作一团 医生告诉林耀昌 人是已经救不回来了 听闻噩耗的众人此刻悲痛万分 而此刻阿天也带着一帮小弟走了过来 两方人很快就爆发了一场冲突 最后还是靠着林耀昌发话 才逐渐平息 事实证明 算报的死确实不是阿天动的手脚 而是李查德替他下的手 阿天确实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在这群上位者的眼中 他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帮他们捞钱的工具而已 李查德的生意也等不到阿天慢慢拉票上位 所以杀掉算报 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 算报的死 再次给林耀昌敲响了警钟 他明白 自己必须要在退位之前彻底整治一下社团 处理完社团中的一个内鬼之后 他找来了阿洛 希望阿洛能去争一下画世人的位置 阿洛以后你做任何事 我都不会勉强你 但是这次我需要你全力去抢 为社团做一点事 随着阿洛的登台 阿天又将目标放在了他的身上 于是他联合李查德 伪造了一份阿洛的卧底档案 并试图将算报的死扣在他的头上 虽然阿洛知道这份档案是伪造的 但上面的警局公章可是真的 这也坐实了警局高层有内鬼的事实 眼见阿天准备借机弄死自己 阿洛立马带着算报之前的手下大尾开溜 面对众多小弟的围追堵截 两人开启了成龙模式边打边退 虽然他们伸手矫健 但还是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 所以最终还是被控制了下来 小弟将阿洛拖拽到了擂台之上 就在阿天准备杀死阿洛的时候 陈国斌突然带着警察赶到了现场 黑帮跟警察一碰面 场面瞬间变得火药味十足 警员此刻也如临大敌 纷纷掏出枪展开对峙 就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 好在林耀昌及时赶到 再次制止了冲突的加剧 陈国斌的出现 算是间接性的救下了阿洛 但这也并不是巧合 因为是有卧底向他通风报信 闹剧结束后 林耀昌看着手中阿洛的卧底资料 表示现在这年头造假太容易了 林耀昌的几句话 就让辉煌哑口无言 接着他问阿天 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阿天也没有隐瞒 如实告诉他 是从理查德的手中拿来的 林耀昌闻言显得恨铁不成钢 他多次劝诫阿天 不要和英国佬走得太近 但阿天却觉得自己没错 看见阿天还在逞强嘴硬 林耀昌直接给了他几耳光 阿天也发了标 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从现在开始 谁的命够硬的话 谁就是华氏 就这样 另一边的大伟开车带着阿洛回家 但阿洛却半路停车 从大伟的身上搜出了窃听器 除了整场官 你还帮谁做事 我帮全香港的警队做事 也不会帮你们这些黑社会做事 两个人很快就在街头上扭打了起来 但也很快就被附近的巡警所制止 冷静下来的两人坐在一起开始交谈 阿洛此刻也承认了自己是卧底的身份 他让大伟告诉陈国斌 指定着新连胜这一条线没有用 必须要将其身后的庞大黑恶势力 一网打尽才行 并且通过大伟约陈国斌出来当面谈 阿洛这边准备行动 理查德这边也同样打算搞事 他再次约来了阿天 直言表示 林耀昌支持阿洛 一定会调动其他元老 所以阿天想要坐上老大的位置 同样困难重重 这个时候 如果阿天还心慈手软的话 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成功 经过理查德一番恩威病师的洗脑 阿天最终还是动了杀心 当天晚上 阿洛在家中与陈国斌秘密碰面 他将自己查到的线索递给了陈国斌 所有的事都是自家伙支持的 政治部总警司理查德 同时在背后支持阿天取代林耀昌 正当他们在商谈的时候 门外却突然传来了异响 阿洛推开房门一看 发现竟然有几个流氓将自己家房门反锁 并向地上倒上汽油 紧接着 一瓶瓶燃烧弹扔了进来 大火瞬间映亮了他们的脸 炙热的温度 驱使着他们破窗逃离 大伟和陈国斌两人逃脱及时 虽然被摔了个浑身狼狈 但并没有大碍 唯独阿洛不见得踪影 丧心病狂的阿天 决定对社团元老下手 他把众多元老绑了起来 并威胁他们投票给自己 在死亡的恐惧之下 一部分元老临时便捷 改投阿天 阿天也放过了这几个人 但总有几个不怕死的硬骨头 就在阿天准备将他们处死的时候 实在看不下去的辉煌 带着小弟前来阻止 阿天表示自己马上就可以坐上老大的位置 希望辉煌不要阻止他 但倔强的辉煌向来忠意 对于阿天这种不齿的做法十分不满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 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 理查德却突然带人赶到 将绑架元老以及纵火的罪责 扣在了辉煌的身上 原来理查德再一次打算 替阿天清扫障碍 看见这一景象 愤怒的辉煌认为 是阿天设计坑害自己 当即就拿起刀朝阿天砍去 一旁的理查德 自然不允许这一幕的发生 只听一声清脆的枪响 辉煌就目光无神地倒在了阿天的面前 这个消息很快就通过电台传播了出去 林耀昌自然也猜出了辉煌死亡的真相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林耀昌不再心慈手软 决定要清理门户 他在祠堂约来阿天 并告诉他 自己很早之前就说得很清楚 在社团里 如果不讲道义 不守本分 根本没办法生存 但阿天却并没有遵守这个规矩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新年盛的人 当着列祖列宗的面 林耀昌毫不留情地将阿天逐出社团 而此刻的阿天 也决定不再顾起兄弟之情 转身离去的同时 站在他身后的众多小弟们 也掏出武器准备干掉林耀昌 就在此时 祠堂外再次冲进来一群人马 正是阿洛和一众元老 双方对峙过后 就展开了一场恶战 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不已 在倾盆的大雨中 阿洛与阿天也打斗到了一起 看着曾经共患难的兄弟们 此刻兵容相向 一旁的林耀昌表情十分复杂 他接过了手下递来的手枪 对准阿天就扣动了扳机 随着一声枪响 阿天倒在了血波之中 很快就没了动静 另一边的警局内 陈国斌将证据交给了领导关瑟 关瑟看完之后 表情有些凝重 但他相信陈国斌的业务能力 所以他还是冒着风险 对理查德展开了抓捕行动 面对这一状况 理查德根本没有慌张 犹如闲庭散步般进入到了警局 虽然理查德暂时失去了自由 但是他还留下了不少手段 以防万一 陈国斌此刻果然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所幸他反应迅速伸手不凡 虽然一阵枪斗之后成功反杀了对手 但他也受了枪伤 两个小时的审问时间弹指即逝 不得不说 理查德的能量太过巨大 随着剧情的发展 他背后的势力也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站在理查德背后的人 竟然是立法局的高官白野 对于自己屁股没擦干净而惹出来的麻烦 理查德向白野表示道歉 白野警告理查德 这是最后一次为他出头 如果他还不能及时解决麻烦的话 那么下一次就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得了 于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理查德再次约来林耀昌进行白粉交易 当天晚上林耀昌打电话 叫来了阿洛和大卫 林耀昌十分看重和阿洛之间的兄弟感情 林耀昌让阿洛去泰国躲一阵子 等事情处理妥当之后再接他回来 林耀昌这番深情的肺腑之言 彻底感动了阿洛 他直接选择自爆 表明了自己卧底的身份 希望能规劝林耀昌投案自首 然后当污点证人 将理查德以及他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 对于这一结果 林耀昌并不意外 他甚至早就知道大卫也是卧底的事实 虽然林耀昌很看重和阿洛的兄弟感情 也可以不追究阿洛卧底的身份 但让自己投案自首 出卖整个社团和兄弟他做不到 就在兄弟俩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理查德直接带人赶到 虽然林耀昌也有所防备 但还是架不住对方人多火力又猛 很快就被彻底压制 林耀昌从后备箱内 取出了武器并递给了阿洛 兄弟二人时隔多年再一次并肩作战 虽然叠上了buff 但还是难逃剧情杀 林耀昌直接挽起了自爆卡车 当着阿洛的面 随着爆炸化成了灰烬 这一幕让阿洛牙子欲裂 但又无能为力 在大卫的拖拽下 他离开了这里 两个人骑上摩托车朝着码头赶去 但理查德并不打算放他们走 继续派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双方再一次展开了追逐站 大卫枪法精准 打死了一个司机 车辆瞬间失控 堵住了道路 两人这才得以赶上码头 安全逃脱 在游艇上 阿洛发现大卫面色苍白 检查后发现 原来他也中了枪伤 由于伤势过重 大卫很快也领了盒饭 兄弟们接连惨死在自己面前 阿洛此刻有些崩溃 直接抱头痛哭了起来 搞定了林耀昌这伙人 理查德又把矛头对准了陈伯斌 站长官 现在怀疑你跟新联盛的反毒案有关 你已经被警队停职 要接受调查 至此 理查德算是奸计得逞 事情好像又一切回到了正轨 由于林耀昌 以及一众候选人的死亡 导致了新联盛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 其内部也逐渐产生了矛盾 在之前约定的选举画室人这天 今夜及时出现主持大局 一个小弟 此刻想要趁乱上位 甚至对阿洛口出谎言 黑话后的阿洛一改往日性格 此刻变得杀法果断 这一波操作直接博得了今夜的欢心 他宣布 新一任画室人的位置属于阿洛 成为老大后的阿洛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仇 他先是截胡了与理查德毒品交易的毒贩 然后命人将理查德绑来 你抢了我的货又带我在这里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好像没有说过不杀你 对于理查德 阿洛是狠得牙痒痒 但是他知道杀了一个理查德并没有什么用 他必须要想方设法地将理查德背后的势力全部揪出来 于是他直接用死亡来逼迫理查德答应自己的条件 把我洗白 我要重振 所谓给一巴掌再给个糖 阿洛并没有一味地恐吓理查德 他表示社团会继续和理查德进行面粉交易 而他也会从自己的利益里面抽出一分半分给理查德 理查德当即就同意了下来 随后他利用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帮助阿洛洗白 并为他竞选议员拉票 经过一段时间的舆论造势 阿洛很快就从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身份 转变成为了一个年轻有为的慈善企业家 对于这一结果阿洛十分满意 在这段时间内阿洛同样没有食言 他利用社团疯狂地替理查德捞金 白本生意也越做越大 对于这一结果 隐藏在幕后的白爷也十分满意 眼见时机成熟 他约来了阿洛见面 对于这个年轻人 白爷给出了高度肯定的评价 依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阿洛很快就成为了白爷的心腹 在与这些上流人士的虚语尾仪中 阿洛也开始在暗中收集证据 这天晚上 他应邀参加了这群人的聚会 我给你介绍几位前辈 多认些人 好好办事 随着庆祝烟花在空中的绽放 陈国斌直接带队走了进来 当着众多高层的面 抓捕了理查德 谁给你的权力在这里抓人 你事前勾结黑社会贩毒 并且与多宗凶杀案有关 我现在正式拒捕你 紧接着 阿洛再一次当众自爆 我就是那个跟他们勾结的黑社会成员 我可以跟你们回去协助调查 直到这时 众达官显贵们才得知阿洛的真面目 但已为时已晚 其实这一切 都是阿洛与陈国斌的计划 阿洛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和所作所为 并转做污点证人 指控理查德及幕后势力 至此 理查德及白爷等所有幕后势力全被曝光 官商匪勾结的事情 瞬间成为了新闻的头条 成为众矢之地的白爷 此刻愁得连饭也都吃不下了 他决定来一次临死之前的反扑 让阿洛出席不了法庭 押送车队很快就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车内的一名警员也突然叛变 准备枪杀阿洛 索性阿洛与陈国斌二人反应及时 一枪将其毙命 二人此刻被困在车内 四面八方涌来了不少手持枪械的恐怖分子 陈国斌连忙解开了阿洛的手铐 两个人拿起枪 以车身作为掩体展开反击 但是子弹很快就被打光 就在他们即将陷入险地的时候 飞虎队及时赶到 成功救下了他们 大难不死的阿洛心有余悸 不爽地吐槽着陈国斌 成功出席法庭的阿洛 直接坦白了一切事情 他表示 自己虽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黑社会成员 但其实也只是一个犯罪工具 而在幕后指示他犯下种种罪行的人 正是理查德 无论是新联盛贩毒案 或者是高级警司 罗斯尔遇害命案 以及其他刑事案件 全都是他一手策划 除了一些铁证如山的物证之外 阿洛甚至还买通了一个人证 至此 理查德被定罪 已经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令人意外的是 白爷竟然也只是其中的一枚棋子 东窗事发之后 他就被幕后的英国人给灭了口 最后 阿洛也因为组织黑社会罪 被判入刑三年 三年期满 阿洛走出了监狱 看见了在门口等待他的陈国斌 他来到了林耀昌的墓前 给他点上了一支 生前最爱抽的雪茄 在影片的最后 阿洛脱离了新联盛 开了一间咖啡店 与自己的女朋友重逢 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作为一名警察 当天明看到费尽心思抓到了歹徒车手 竟然就是自己的好兄弟邵聪时 他毅然决然用自己的职业生涯来保住了他 上司张景思对此大发雷霆 可天明心意已决 含泪告别了警局 然而 在香港这座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 罪恶依然在每天上演 一队正在晨跑的夫妇 突然被车拦停 一伙人不由分说 就挤刀捅死了两人 男性受害者甚至还被当街割喉 而他们正是以黑头和老哥 两兄弟为首的杀手团伙 他们来自台湾 受雇于富二代号哨 与他的律师蒋佐治合作 他们心狠手辣目无法计 根本不把佐治放在眼里 头上还缠着绷带的号哨打来电话 告诉佐治 黑头现在是自己的画室人 照片中这个叫小云的女孩 就是号哨要找的人 其实这个来自内地的姑娘 本是佐治的女朋友 殊不知 却成为了佐治用来牟利的工具 将她献给了号哨 小云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 可她一个弱女子 岂是号哨的对手 拼命挣扎反抗的她 失手将号哨推倒撞伤了头 一山不整的她处于报复 走时还带走了号哨的一大笔钱 而这也是号哨满世界找她的根本原因 逃出来的小云无处可去 身陷悲伤了她 只能不断地用酒精麻痹自己 直到天明的酒吧打烊 都迟迟没有离开 小姐不好意思 我们关门了 碎清晰的小云赴了账 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酒吧 正所谓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车子刚启动 她就差点撞上天明的车 看到是刚刚的客人 天明下车想要帮她 小姐 要不要叫家里人来接你 走开了 抬头看了看黑暗中的小混混 看到小云又钻进了驾驶室 天明无奈之下 只能把小云带上自己的车 可当天明询问小云的住址时 浑身酒气的小云 只是喃喃地说着青岛二字 天明无奈只能暂时把小云 安置在干妈花姐家 毕竟这年头男女有别 别有用心的人太多 深夜 花姐开出租的儿子绍聪回到家 黑暗中把睡在沙发的小云 误认为了花姐 迷迷糊糊的小云起身想吐 把正在上厕所的绍聪吓得不心 惊慌的小云只能拿绍聪的奖杯解了围 慌乱的绍聪提起裤子 就敲开了花姐的房门 经过一番解释才知识误会 酒醒了一半的小云 看到花姐对自己的照顾很是抱歉 花姐热情地向小云介绍自己的两个儿子 绍聪和天明 以及是天明送她到这里的事 一般闲聊后 小云终于响起自己的车 却发现车钥匙不见了 小云和绍聪围着车子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只能叫来天明 可小云发在她的车门旁忙活了好一会儿 依然一无所获 反而是绍聪对小云产生了兴趣 得知小云的备用钥匙在家里 却面露蓝色 天明察觉不对 提醒她可以报警 但小云现在只想离开这里 选择向家里的佣人求助 随时电话却被佐治监听 暴露了行踪 没有车钥匙 又拿不到通行证 小云只能求助天明 想要撬车 钱不是问题 可这车不在小云名下 天明始终不为所动 就在这时 绍松开来拖车 打算帮助小云 天明一脸无语 他们不知道 此时的小云已经被盯上了 绍松放下拖车架正准备拖车 一辆黑车就急迟而来 黑头带着人冲下车 拉着小云就走 绍松要阻止 却被一拳击倒 小云被塞进了后备箱 黑车扬强而去 绍松只能开着拖车追赶 在狭窄的小巷子 一路火花带闪电 连撞几辆车 终于 绍松费力地将车开上了公路 一边紧咬着黑头的车不放 一边向天明求助 如此大张旗鼓的追踪 自然引起了反派的注意 此时的天明 得知对方有四五个人后 试图阻止绍松 但显然 绍松更关心小云的安危 甚至不惜用拖车去撞车 试图将他逼停 一番绳操作下来 黑头的车终于停了下来 周围的路人也被吓到报了警 黑头等人气得拿起铁棍 就去收拾绍松 绍松双前难敌四手 被黑头等人追着打 想要爬上楼 却被打伤了腿 面对黑头等人的围攻 绍松只能躲在货车下 却被黑头等人卡在了车底 危在旦夕 而另一边 老哥已经抓住小云的头发下车 抢了一辆车 试图将其带走 多亏天明及时赶到 面对逐渐靠近的黑头丝毫不怂 此时警笛的声音也有远极近 老哥只能以口哨为令 令人立刻撤退 绍松的惨叫声传来 天明立刻跑过去帮忙 天明和路人急着救出车下的绍聪 却没人发现 小云已经趁乱逃走 天明和绍聪被带到了警局 天明配合的爆出了所知的全部信息 可是小云已经失去了联系 而绍聪则被带进审讯室 连很久之前的非法赛车记录都被查了出来 这时警局里的王警司也闻讯赶到 并得知了全过程 面对这个昔日的上司 天明多少有些尴尬 王警司吩咐手下 这个案子无需特殊处理后 匆匆离开 而此时 老哥带着黑头等人正在郊区喝酒唱歌 号哨打来电话 得知黑头等人没拿回钱 还放跑了小云 十分恼火 众人的气氛一时低迷 老哥劝解众人 自嘲卖命不值钱 这时一名小弟从报纸上得知 上次割喉的人是个报社总编 黑头深知这次的任务不简单 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想赶快把事情办完早点回家 老哥却脸色一变 黑头没有反驳 老哥的脸色才阴转情 然后老哥戴上棒球手套 在爱拼才会赢的音乐声中 和往常一样 大伙一起玩玩闹闹了起来 另一边因为台湾帮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佐治很担心会受不了场 号哨文言却大发雷霆 你到底搞清楚没搞清楚 你找的那个女的 差点他妈弄死我 你知不知道 在号哨看来 只要把作为物证的那笔钱找回来 其他事情都好办 眼看气氛很是紧张 佐治的老板赶紧打起了原厂 律师这份职业 在趾高气昂的号哨看来 只是一个在法庭上放屁胡作的工具人而已 尽管言语中尽是侮辱和不屑 但两人仍不敢得罪他这个财神爷 只能陪着笑脸 自从小云失踪后 天明绍聪兄弟俩 全当这件事只是一件小插曲而已 三人插颗胆魂 仿佛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然而就在绍聪照常出车时 几个混混来者不善的坐上了车 良言让他必须找到那个大陆妹 眼看绍聪装傻 他们还用刀划坏了绍聪的座椅 有话好好说啊大哥 你不要跟我装傻啊 开车 我跟那个女的不熟的 也得给我点时间找啊 混混拿走了绍聪的证件 强行叫停了他的生意 下车临走时 还不忘狠杂了几下车泄愤 不仅如此 一帮混混还故意到天明的酒吧找茶 恶狠狠的以包厂为由 赶走里面的客人 哪里得罪了 我现在来喝酒 用不着泡厅吧 这瓶酒我买了 倒满一杯酒让天明喝下去 不想把事情闹大的他 只能顺他的意 喝了才有得了吗 与此同时 走投无路的小云再次联络了绍聪 藏身酒店的他 打电话来关心兄弟俩的情况 惹得绍聪一通埋怨 被打不说 车也被毁了 谁知小云醉翁之意不再酒 一心想把自己的车开来 现在警察到处在找你 要你露口供啊 听到这话 小云赶紧神色慌张的挂了电话 绍聪赶到天明的酒吧时 这里已经被混混包围 根本没法做生意 天明希望稀释宁人 绍聪却搬出认识的监东华哥 希望对方可以救死作罢 天明拦住绍聪 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绍聪却不想就这么任人欺负 混混老大摔杯为号 一群混混顿时将两人围住 天明健壮赶紧把绍聪护在身后 剑拔弩张之际 混混老大嚣张的下了最后通牒 绍聪告诉天明 小云打来电话 想要把车开过去 天明知道解铃还需细铃人 只有把小云送走 这一切才能结束 他们请来开锁匠 车门总算是开了 收到小云的感谢短信 绍聪喜不自胜 绍聪的满脸花痴 让天明十分无语 被一顿收拾的绍聪 还想试试这辆豪华跑车 被天明拒绝 他可不想这好兄弟 再捅出什么娄子 然而 作为车主的佐治 很快就锁定了车辆定位 混混们立刻跟了上去 身为警察的职业嗅觉 天明很快发现了问题 看后面 就是这群人渣毁我的车 绍聪还想报仇 但是天明却不想节外生枝 故意将混混引入停车场 虚晃一枪甩掉了他们 他可不像绍聪那样 一心想着报复 不是你说的 出租车满街都是 声音好听的女孩有几个 佐治见混混跟丢 只能通知了黑头等人跟上 可是黑头等人却迷了路 天明和绍聪 来到小云指定了停车场 已成惊弓之了的小云 却不敢现身 反而想要利用天明兄弟俩 运送后备箱里的箱子 这让天明立刻警觉起来 小云只能妥协答应下来 为了以防万一 天明不仅把车 开到了摄像监控下 还要求小云当面打开箱子 以防对方韵粉 巨额美金和金条 直接晃花了绍聪的眼 恰逢此时 黑头等人也终于赶到 天明和绍聪见势不妙 拉上小云就跑 三人被黑头等人 一番追击 穿进了人群中 吓得路人惊叫连连 最终三人被逼进了楼梯间 黑头等人拎着砍刀钢棍 就一顿乱砍 天明和绍聪 利用狭小的空间 与黑头等人一场混战 最终绍聪不得不举起箱子 砸向黑头才得以逃脱 可黑头等人穷追不舍 还想抓住小云 保安前去支援也被砍倒 现场一片兵荒马乱 行人纷纷惊呼避嚷 三人逃到码头 在惊慌中走散 黑头和老哥分头带人追击 天明带着小云跳上小船 被老哥等人追砍 打斗中 老哥被推下海 天明带着小云跳上快艇想要逃走 老哥想要爬上船尾阻止 却被发动的螺旋桨击咒 暗律设的海水中 瞬间涌上一股鲜红 绍聪也趁机抢回了箱子 跳上了接应的快艇 天明发动快艇迅速离去 黑头赶紧跳下水去救老哥 却只剩下面目全非的尸体 黑头等人光天化日之下当街砍人 舆论喧嚣尘上 佐治最担忧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事情已经无法收拾了 天明三人来到安全的地方 绍聪却起了贪念 不愿意把箱子还给小云 天明更是怀疑 这钱来路不挣 所以引来追杀 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钱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感人争夺之中 箱子落入海中 舍命不舍财的绍聪 当即跳下去拉住了箱子 可是箱子太沉 绍聪根本扶不上水面 天明健壮赶紧下海帮忙 可仅凭他一人 无法将他们一起拉出水面 只能果断地将箱子沉入海底 两人这才获救 三人来到船屋暂时安置 面对天明的追问 小云只能无奈地说出 这笔钱的来历 当晚的那一场遭遇 沦为了小云的噩梦 之所以带走这笔钱 其实也是为了报复佐治 谁知佐治更狠 不仅要追回钱 还要杀了小云 天明捞出箱子后 绍聪想把钱分掉 反正这钱见不得光 没人敢追究 天明却没有被金钱冲昏头脑 天明顿时暴怒 当初为了保他 天明已经放弃了 自己的警察梦 谁知利益当前 绍聪仍然是狗改不了吃事 看着天明那失望的眼神 绍聪猛然惊醒 但还是死鸭子嘴硬的 负气离去 一片远离城市的坟地边 黑头带着兄弟们 在跟老哥做最后的告别 小小的土坑 几捆乡主纸钱一瓶酒 是黑头等人 能够给老哥凑齐的 最体面的葬礼 老哥的死 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耶利夏誓言 一定会杀了那两人 为老哥陪葬 绍聪疲惫而失落地回到家 可警察早已埋伏在此 还要以涉嫌 当街泄斗为由 将其带走 满心怨气的绍聪拼命反抗 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制服 为了不让花姐担心 他只能选择就范 至于天明的藏身地 他自然也不肯透露半分 与此同时 天明和小云安顿在小鱼馆 两个人两间房 庄前的箱子由天明保管 小云借故进天明的房间查探 可天明早就把箱子藏了起来 小云根本找不到 原来箱子被他藏在了坐垫下 现在他只想甩掉这个烫手山鱼 但又不愿意交给小云 更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 就和当年保夏绍聪一样 两难的抉择再次重演 小云因为把天明拉下水 十分愧疚 提议把钱分了 却遭到了天明的拒绝 就在天明苦寻出路的时候 号哨也坐立难安 事情闹大 已经不是号哨可以掌控得了 可是黑头一意孤行 要为老哥报仇 已经不再听总号哨的调动 深夜 天明和小云站在码头 享受暴风雨前的临近 小云向天明讲述着 自己与佐治的过往 他们相识于北京 为了佐治 小云背井离乡来到香港 原以为找到了一个 可以相守一生的爱人 没想到 海市山盟言犹在耳 佐治却已经换了一副嘴脸 小云懊恼自己识人不明 天明出言安慰 别让昨天的悲伤 浪费今天的眼 这是我以前女朋友讲的 俩人顺着长长的回廊 并肩而行 小云诚挚地表达了 将天明两兄弟 卷进麻烦的歉意 警方这边 正拿着停车场的监控 审问少聪 女人的胸罩内裤 全都是名牌 尽管少聪试图蒙混过关 但警察却并不好骗 说多错多 面对警方的步步紧逼 少聪只能选择歼莫不言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天明的一通电话 给了警方突破的方向 昨天在海滨停车场 和附近的码头 遭到四名吃到歹徒追杀 可能跟一箱美元有关 即使知道电话备案不合法 但这却是天明 唯一能够为自己背书的方法 天明拒绝了 王警司回警局备案的命令 王警司只能向天明发出拘捕令 黑头向混混购买了军火 和天明兄弟的消息 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而天明也开始展开自己的计划 但是在此之前 天明带着小云去找过佐治 两人并没有现身 而是在车里 看见佐治和别的女人亲密地走过 天明不忍小云强装坚强 可小云还是把泪水咽回了肚子里 按照法律 行贿没成 小云告不了佐治 而告号哨强奸 小云又没有报警 所以只能见走偏锋 天明带着这笔钱找到佐治 用来换取小云平安离开香港 佐治收下钱后 警惕地让天明签下投资协议 洗白这笔钱 可天明也不傻 只是天明没有料到 刚签好字 佐治就立刻翻脸 撕毁了小云的通行证 而在车里等待的小云 已被两名巡逻的警察发现 天明准备回车上和小云会合 可是佐治叫来的混混 已经在楼下埋伏 天明回到车边 发现车上空无一人 顿绝不对 吓好小云的电话打来 有警察你快走 你快走啊 天明看到四周围上来的警察 转身就跑 却在逃跑的途中 直接撞上了埋伏的混混 混混见面就拔刀 前有拦截 后有追兵 天明丝毫不怂 一把将混混踹倒就冲破拦截 紧随而来的警察 直接将倒地的混混擒住 剩下两个混混则转身就跑 狭小的街道上 三方人马一路追逐奔逃 天明跳下步梯 一把扯坏路边支气的梁棚 正好用来困住混混 迅速被警方拿下 天明则遭到了众多警员的围堵 一名警察追上天明 却被一把撞飞 眼见两名警员就要拿下天明 小云开着车及时赶到 只见他一脚油门甩开了警察 两人暂时脱离危险 小云忙不迭地问起通行证 天明气得没喘云 却掏出了被撕坏的通行证 没有通行证 我怎么出境啊 与此同时 绍松虽然被放了出来 却被警方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此时 花姐和绍松就在警方的监视下逛街 绍松一时兴起 故意逗弄两名警员 却没料到被黑头钻了空子 一回头 花姐已经被骗上了车 绍松拼死追赶 却因为腿伤只能看着汽车扬场而去 绍松再来到警局 却遇到了混混三人组 这次才得知天明又被人追杀 王警司拿出黑头等人的照片 追问绍松美金的内情 可是绍松不信任警察 最终也没有说出真相 我现在就像命根子被人捏住了 你叫我和你合作 我老妈被人砍死了 是不是你赔啊 绍松意识到 要想救出花姐 只能先回去找天明 于是绍松用上厕所的借口躲在门后 趁着警察进门查看的机会逃走 天明还在陪着小云办通行政 就得知花姐被绑架 顿时焦急不已 绍松因为花姐被绑 整个人就像是炮筒 逮谁炸谁 天明和小云都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绍松急于救出花姐 什么都顾不了了 去找那帮混蛋要人啊 不要冲动 你不是太亲生的 你当然不冲动了 花姐从小看着天明长大 绍松更是天明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三人之间的感情 不是亲生生死亲生 为了花姐和绍松 天明也顾不上那些狗屁原则 两人决定主动出击 可还没出门 计划就差点夭折 天明和绍松想从厨房偷两把菜刀 却差点被老板发现 幸亏小云叫住老板 给两人打掩护 两人才顺利的偷到菜刀上了轮渡 天明一生都坚定的身体力行着 父亲的教导 老板已经常常提醒我 叫我们不能走错一步 要不然就永远地回路了头 但这一次天明却没有纠结和彷徨 我想是时候要做点事情 偷偷跟来的小云默默地坐在两人中间 把刀放进了自己的胯包 三人经历一番分合争吵 再次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佐治害怕被捕的混混交出自己 于是要求混混老大赶紧把人保释出来 而绍松和天明已经在手术带兔了 两人在陵园厕所与小云会合 天明一改稳重的作风 对混混老大一番暴走逼供 混混老大也是老油条 对花姐的下落死不松口 天明知道 这样的小手段还不足以让他害怕 于是直接拿过了绍松手上的刀 混混立刻认得松 这下他不仅交代了黑头等人 还供出了佐治 但这次天明并没有急着行动 而是带着绍松和小云 来到自己父母的坟前祭拜 天明默默地擦拭着手掌上的血迹 想起了小时候与父亲的欢乐时光 那时天明父亲把绍松视若挤出 少年时天明想成为父亲那样的警察 绍松想当赛车手 可惜俩人最终谁都没能如愿 小云看过绍松家那一架子的奖杯 误以为绍松实现了梦想 一个是职业车手 一个是开出租车 一个是开车 小云这才知道 那些奖杯是天明买来都绍松高兴的 小云顿时感慨万千 原来三人都是人生的失败者 他们打算一罪解千仇 可是轮到天明时 天明却接过酒瓶酒酒不语 夜晚 佐治和新女友相拥而眠 却被一阵嘻嘻缩缩的声响吵醒 原来是小云回来了 佐治气急败坏的要把小云赶走 两人拉扯之间 佐治却没发现天明就躲在角落 等到佐治发现异常 已经落入了天明和少聪的包围 少聪要佐治给台湾人打电话 佐治还想装傻时 不想打 看 佐治惊慌之下 又舔着脸向小云求情 恶心的样子 让小云忍不住狠狠给了太阳耳光 对付这种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魔法打败魔法 你对这位女士造成的人身伤害有证据 高清化 跟现场一样 他们是来阻止暴力的 合法的 佐治还想用沉默来应对时 被少聪拿着秉公守法的牌匾 狠狠教训了一顿 佐治终于认怂 拨通了黑头的电话 而黑头早已等候多时 打开视频后 他对着摄像头狠狠捅向花姐 黑头让天明带少聪和小云去换花姐 这场鸿门宴 他不得不复 为了自保 他决定去射击场 偷出自己的枪 却被王警司捉了个正着 可是这是救出花姐唯一的机会 天明只能将事情合盘拖出 并交给王警司一个GPS 夜晚 少聪终于等来了 带着司机一起来的黑头 他透过车窗 确定了花姐还活着 但黑头现在只想让他交出小云 少聪只能给天明打去电话 而他此时就在天桥下 看到后备箱里的人 以及少聪手里的视频后 黑头安排同伙收获时 少聪转身想赶走司机 失败后 他立刻通知天明开车离开 却很快又被气急败坏的黑头指住了头 回来 走不了了 他用枪指着我的头 怎么走啊 司机去查看情况时 少聪一屁股坐进了驾驶室 却再次被枪指头 危急关头 天明回来了 趁着黑头分神对付天明之际 大街上的天明陷入了和混混的乱斗之中 另一劫匪打开后备箱后 连开竖枪 为老哥报了仇 殊不知 里面的人并非小云 原来 小云早在半路就被天明调包了 而黑头等人也落入了警方的包围圈 已经被警方包围了 小云逃脱 绍松带走了花姐 眼前只剩下了还在和解匪A搏斗的天明 气急败坏的解匪B不愿束手就擒 想要拉天明垫背 当场就被警方乱枪打死 警员一拥而上控制住解匪A 如今跟随黑头来到香港的兄弟 只剩下了司机 黑头在与警察的枪战中引爆了汽车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火 黑头和司机则趁机上车逃跑 天明健壮 捡起手枪就开车追了上去 一黑一白两辆车在地下通道及时追逐 行人们纷纷闪避 追逐中 天明击中了对方的车轮 黑头也回头还击 天明一踩油门就狠狠地撞了上去 最终把黑头的车怼进了公交巴士 现场行人一片惊呼躲闪 黑头从撞击中清醒 发现最后一个兄弟已死 顿时被仇恨的怒火包围了他 踹开车门就向天明射击 等到子弹打光 黑头转身就跑 天明则一边鸣枪一边追了上去 缠斗中 黑头持刀捅上天明腹部 自己的腿也被天明射中 此时 警员们纷纷举枪围了上来 就在天明圣怒之下要打死黑头时 绍聪赶到 在最后关头 绍聪也成功让天明悬崖勒马 看着纷纷围上来的警察 此时的黑头只能无能狂怒 天明一脚把枪踹到了黑头面前 竟让他把枪捡起来 在众人的诧异中 黑头举枪对准天明 黑头的最后一枪 击中了天明身后的雕像 在满心的不甘中咽了气 一切终于结束 得知花姐安全了 天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并洗掉了手上的血迹 好人得到了好报 而坏人一个也别想逃 警方根据天明提供的GPS 查获了号哨家中的巨额现金 而佐治为了谨慎 上天明签的投资协议 恰好成为了他行贿的证据 曾经听人说过 贪心的男人靠不住 我说贪心的人 不可以维持公平公正 贪的世界 人是不会有前途的 一场由贪婪开袭的罪恶 终于落幕 小云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天明和绍聪 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可是回望小云 曾经喝得烂醉的那个角落 天明还是会想起 那个在灵园里 一醉忘情的小云 天明或许也在庆幸吧 见证了那么多罪恶 他有过动摇 放弃过原则 但是却从未被其人放弃 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 总有一份亲情 指引他人生的道路